美国NASA一架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飞机 已经横空出世 即将进行第一次试飞 最奇葩的是 它没有挡风玻璃 也看不到前方的视野 却能够以1.5倍超音速 几乎无声地掠过天空 一旦成功 就可能撤离改变未来的 商业飞行和人类交通模式 让我们能够以超快的速度 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 跨洲际长途飞行 将不再是一场噩梦 甚至地球也将变得越来越小 从而改变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让我们来看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问一个小知识点 你知道世界上距离最长的航班吗 新加坡到纽约 15300多公里 要飞行近19个小时 你可能就是想想脑袋都要大了 困在一个狭窄的座位上19个小时 这是在旅行还是在闭关苦修啊 然而最奇怪的是 人类的科技水平不是早就可以超音速了吗 像美国的SR71黑鸟侦察机 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3.3倍音速 3500多公里每小时 15000公里只要4个多小时就能到达 6个小时就能飞往全球任何地方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航班呢 说起来你可能不太相信 最大的原因竟然是 音爆 事实上世界上并不是没有超音速客机 而是曾经有过 并且非常的耀眼 但它最终还是不敌音爆的影响 被无情的淘汰了 这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 协和式超音速客机 巡航速度就是2.02马赫 伦敦到纽约5575公里 最快记录只用了两个小时 52分59秒 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超音速客机 而是唯二中的一款 另一款是苏联的图144 据说是苏联发现 英法要开发超音速客机后 派间谍得到了协和式的总装图 却导致了整个间谍网被捣毁 很多商务人员也被英法驱逐出境 但成果也显而易见 1968年底 图144早于协和式两个月首飞 成为世界上第一款超音速客机 但它的命运却也是最悲惨的 1978年兴冲冲的飞到巴黎航展 和协和式客机同台竞技 结果突然失控 俯冲解体 碎片雨点般的砸向地面15座建筑 导致6名机组人员和8名地面人员死亡 最让人无语的是 它的主任设计师也在飞机上 所有图144随即全部退出客运 载客总数仅3284人 而协和式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出生就因为阴暴问题 备受困扰 在美国更是受到环保分子和居民的强烈反对 导致美国国会立法禁止协和式客机在美国着陆 后来虽然慢慢放开 但施加了诸多限制 所以协和式客机 虽然拥有超音速的超凡能力 却也只能在海上超超 陆地上空必须降到压音速飞行 再加上超音速飞行油耗极高 几乎是同类型客机的一倍 导致使用和维修成本非常的高 超音速客机的前景因而不被看好 所以没有人再给他们下订单 2000年7月25日 发航4590航班协和式飞机起飞时 轮胎被另一架客机掉落的 钛金属条刺破 碎片击中油箱 导致发动机舱起火 但飞机已经达到了起飞速度 不得不强行升空 随后失速坠毁 109名机组人员和乘客 以及地面4名民众死亡 这场空难成为压垮 协和式超音速客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紧接着911恐怖事件发生 民航业彻底陷入危机 协和式最终在2003年全部退役 超音速客机也由此 折疾沉沙 全军覆没 所以纵观超音速客机 短短一生多船的命运 我们可以发现 困扰它的最大问题还是音报 如果不是因为在陆地上空被禁止超音速飞行 它可以凭借比其他客机快一倍多的速度 即使票价再贵 也可以获得更多高端乘客的青睐 因为它相当于缩短了地球上的时空距离 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很明显人类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 步行骑马 汽车飞机 速度每提高一个数量级 文明发展就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音报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是怎样影响超音速飞行的呢 我们这里就简单的讲一下 音报是物体在空中运动 速度突破音障时 产生的像爆炸一样的声音 可以回想一下你在湖里划船的情形 水波会呈圆形向四周扩散 这是因为你船的速度 没有水波扩散的速度快 但你驾驶汽艇 驰骋在湖面上的时候 由于快艇速度超过了水波的扩散速度 波浪就会在快艇尾部被压缩成三角形 激烈的涌动 飞机在空中飞行同样如此 声音也是一种波 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 当飞机速度没有超过空气中的音速 即340米每秒或1224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声音会向四面八方传播 而一旦飞机超过音速 声波就被压缩成圆锥形 拖在飞机的后面 如果人正好位于这个圆锥形的范围内 又会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所以被称为音爆 飞机越快 距离越近 声音越大 有趣的是 飞行员是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的 因为所有声音都追不上飞机了 即使是飞机自己发出的声音 音爆并不是砰砰两声就完了 而是一种冲击波脉冲 会一路掠过飞机下方的区域 能量极大 震耳欲聋 甚至可能震碎房屋的玻璃 很多人形容就像炸弹落下一样 根据早新年的统计 全球每天平均有十多万个航班飞行 可以想象啊 如果现在的民航客机都是超音速 相当于地球上每天都有十多万架飞机 不断的往下扔炸弹 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虽然不会伤人 但玻璃是不是都得统一加后来 在无时无刻不在的爆炸声中 人们又能做什么呢 都不要工作了 每天就欣赏爆红交响区好了 但不可能因为阴爆 人类文明就缴械投降 乖乖的被禁锢在阴树之下 苟且活着吧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 星辰大海 湿河远方 只要交通速度再提高一个量级 就意味着地球将变成真正的地球村 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村里的任何地方 所以1970年代 美国国会颁发超音速飞行禁令后 NASA就开始研究 如何解决超音速飞机的音爆问题 以缩服监管部门 取消对陆地上空超音速飞行的限制 解脱音速对人类旅行速度的羁绊 客家们发现 我们在地面上听到的音爆 实际上是由多个冲击波组成的 主要来自机头 但也来自机翼发动机尾部和飞机结构的凸起或者是边缘 这些冲击波被聚集和压缩 彼此无法避开 最终会合成更强大的单个冲击波 音爆的强度或响度则取决于被加速的空气量 因此也就取决于飞机的大小和形状 音爆的持续时间则与飞机长度的1.5次方程正比 这意味着飞机越长 音爆就会越分散 从而强度也就会减弱 所以情况就很清楚了 音爆主要是和飞机的形状有关 并不需要什么神奇的材料和高科技的发动机来改进 然而在上个世纪要设计所谓的安静超音速飞机却非常的困难 因为需要准确模拟声波的相互作用 以及它们从1万多米高空到地面的传播方式 那时候没有高速计算机和机器学习模型 只能通过风动试验来进行 可能需要数百数千次 这意味着高昂的成本和时间代价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到了2010年代中期 技术的进步 终于允许NASA启动安静超音速计划了 它们和洛克系的马丁公司签署合同 共同打造一架进超音速飞机 目标是将音爆降低到75EPLDB 也就是有效感知噪声分贝 大约相当于洗碗机运行的声音 或者是你经常听到的关车门的声音 作为对比 我们前面提到的协和式客机 它的EPLDB是105 相当于油门轰满的摩托具 这架飞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X59 Quest 进超音速实验飞机 洛克系的马丁公司从2013年起 就开始研究进超音速飞机 先后设计了C100 有点像协和式飞机的缩短板 发动机位于机背上 之后逐步迭代到C605 并最终在2018年获得了官方名称 X59 Quest 针对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音爆产生的原因 工程师们进行了各种创新设计 首先是将机身加长 笨重部件靠后 所以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超长的尖细的机头 几乎占到整个飞机长度的一半 然后巨大的发动机放在尾部 就像一个巨大的驼峰 由于不连续的结构会产生冲击波 X59干脆取消了挡风玻璃和坐舱盖 并将驾驶室放到了飞机中部 这意味着飞机将没有前方视野 飞行员肉眼无法看到前面 于是设置了由4K摄像头和大屏幕 组成的增强型飞行视觉系统 目前来说是飞机上唯一用到的先进技术 然后就是缩小机翼 将发动机进气口放在飞机上面 让机身尽量呈流线型 可以分散超音速飞机的冲击波 并将大部分冲击波向上偏转 防止其合并和冲向地面 这一系列的设计让飞机看起来非常怪异 但又很科幻 长度为30.4米 一展仅9米 起飞重量14.7吨 最大速度1.5马赫 巡航速度1.42马赫 飞行高度16800米 远高于现在的民航机 距离越远 声音越小 所以协和式的巡航高度高达18000米 那里的气流也更平稳 经过8年的设计建造后 博克系的马丁终于在1月12日 向公众公开展示了X-59 NASA称这一时刻将成为 航空史上的历史性里程碑 X-59将在未来几个月 由Top Gun的三名飞行员进行试飞 也就是壮志陵营中的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 一旦验证成功 将可能结束美国空域50年来的商业超音速飞行禁令 开启超音速客机设计建造的新时代 人类社会已将进入下一个量级的快速交通时代 而这仅仅只需要改变飞机的形状 你是不是觉得太神奇了 那么X-59能够测试成功 完成净超音速飞行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